第二九题,图一表示完全相同的甲乙两灯泡与电压为V的电池串联的电路装置,在电路上标示AB两点,若在AB两点间连接一条导线如图二所示,则且电路中导线的电阻值很小均可忽略,则比较连接此导线前后的状况,下列谁的说明较为正确。 我们看到我们这里AB连接之后呢,就形成了所谓的短路,所以假灯泡就不会亮了,那么乙灯泡呢,因为我们少掉了一个所谓串联的电阻,所以乙灯泡的这边的电压或电流会变大,所以乙灯泡会变得更亮一点。 那么因为我们就假设我们的导线上没有电阻,所以这个时候AB之间的电压值呢,我们就设为是可以当作是零,他没有电压,因为他本身呢没有电阻,所以呢,A静杰说, 接通AB导线之后,假灯泡会变得更亮是错的,假灯泡不亮。 B,亲朋说,接通AB导线之后,乙灯泡会变暗是错的,乙灯泡会变得更亮。 C,彩霞说,接通AB导线后,AB两点间的电压差先变大再变小,这个是错的,我们因为导线没有电阻,我们的电压是为零。 那么朱正伟说,接通AB导线之后,假灯泡会不亮是对的,因此第29题问我们说,下列谁的说明较为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朱正伟,接通AB导线后,假灯泡会不亮。